大家好,我是保持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件器物 然后上午有位老铁问我 这个物件是什么年份的 然后他也问了其他几个朋友 所以我想今天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器物 而其实这个器物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器物 但是由于古玩的一个特殊性 大家对它的有不同的认知 根据自己不同的这种经验 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那么今天我来教大家 怎么去看一个器物 把它年份尽可能准确的 大概率的确定下来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茶碗 这么一个茶碗 我们看到这个茶碗的品种呢 是一个蓝柚苗金花卉的这么一个碗 这个碗的样式呢 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典型 它是一个蓝柚苗金花卉 开窗的这么一个画片 那么比较特殊的在于 这个器物的第一个柚色 它是一个蓝柚 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蓝柚的一个设定 而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连续绘画 开窗的这么一个形式 非常的别致 非常的漂亮 因为正常的一般的器物 都是在器物外壁之上 直接绘画 然后即便有一些小规模的开窗 也不会有这么多 所以它这个开窗的特别漂亮 看到没有 有十几二十个这么一个开窗 然后连续的绘画出来 所以特别的别 然后呢 很多朋友 有很多种说法 可能就是和他们的建国的器物 多少对这种器物的熟悉程度 包括对这种民国时期 这种类似器物的研究程度 都有关系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正好我手上有几个食物 好不好 这是一个盖碗 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民国时期 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苗金的花卉 如出一辙 这个都是同时代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画片 苗金花卉博古文的一个盖碗 我们再拿一个 同样是民国时期的 是什么呢 是一个比较少的特殊 这么一个苗金花卉的一个 一个马蹄碑吧 还有这个款式 江西磁场公司 这个款相对比较少见 是非常大开门的一个物件 然后把这两个器物 放在那里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我们现在再看这一个 这是一个小罐子 小盖罐 看到没有 小怪罐物件 也是这种风格的物件 所以他们其实各有各的特色 各有各的特色 鉴定民情磁器 包括民国磁器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看文士 看文士 看彩头 看他的气形 看包家 看整个右面的自然状态 是不是 这都是大开门的这种物件 所以对这种物件 应该是很简单判别的 因为这一类的器物 在市场上面还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比较常见的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你就很明显的能够 在同一个时代里面 找到共通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结合 其他的食物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江西名池款的 这么一个食物 那么这是一把 看到没有 苹果绿 开窗 山水图的一个茶壶 那么这种苹果绿 在民国时期 也是比较流行的 但是相对来说 这种蓝柚 这种蓝柚的开窗 更少 更漂亮 那么这种苹果绿的 这种壶的底 看到没有 江西名池款 那么也是同样的 这么一种款式 所以这个其实在当时 是非常流行的 非常流行的 这个和建国后的那种 江西名池 是完全不一样的 和建国后的江西名池 或者叫景泽正名池 那个池的写法 包括款式 都是区分很大的 这是典型的一个民国款 所以单单从款 这个角度来讲 就已经非常的典型了 这个年份 然后我们继续看 这个也是同类的一个民国 带一种外销风格的 这种奶壶 一种奶杯 也是一种苗金花卉的题材 那么包括 这么一个民国时期 这个胭脂红山水的 这么一个碗 看到没有 然后它的底款 是这种 我们看一下 它的底款 是这种防红的 防红彩的 这种 看到没有 江西名池 所以这个 其实上是非常普遍 非常开门的一个款式 和做工 但是您必须知道 这些器物 您必须玩过这些器物 必须了解过这些器物 或研究过 要不然您肯定是再普通的物件 也会感觉很陌生 不能够下结论 不能够做出判断 我们再看一个青花的江西名池 这是一个茶碟 一个茶碟 这个底竹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撒开门的一个晚清民国的器物 其实这种盘子在晚清也有 但它这个写了江西名池 这个一般是落在民国里面 好不好 然后就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也有一些小白 一些刚刚学习的朋友问过问题 这个是在网上的一个小帖子 所以我给大家也拿出来 看看大家的回复 那么这个是一个 他们的贴巴的巴主 也是一个非常懂行的朋友 这个直接就告诉你 是的 是民国的器物 包括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 这也有很多朋友回复 非常开门 是的 这么一个特征 因为他问的问题就是 是不是民国物件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非常典型 非常典型的这种款式和这种器物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种底竹 那么在民国时期 是非常流行茶器的茶杯 茶碗 像这种底竹 看到没有 都是很深的一个挖竹 往里面挖的比较深 竹臂比较薄 竹口比较均匀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民国器物的一个底竹 包括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这个兰幼的这种茶碗 同样是不是 它这个臂是比较薄的 然后挖竹是比较深的 修竹比较工整 这个都是当时典型的一种 这种工艺 这是一个同样民国时期的 一个兰幼苗金开窗 凤凰文的这么一个画片 看到没有 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周冠 一个周冠 所以同类的器物 它们有一个相似性 这个都是撒开门的器物吧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 人像的一个对比 我记得以前呢 跟大家也聊过 我们的一个 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 叫 与无知者不争 与无德者不亡 就是如果说你对这个器物 一方面你们不是很了解 然后我不和您争论 这个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差距 没有必要去争 第二个是与无德者不亡 我觉得和无知者相比 无德者就更加让人 不能去交往 然后其实很多朋友 他未必不知道 这种器物的这种棉份 他其实很清楚 我觉得但凡玩过一两年老货 在市场上面转过一两次 应该都懂得这种物件 非常非常大开门的物件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他会很恶意的去歪曲和误导别人 很可能会使你歪曲 对于物件的真相 对于一个物品的一个理解 但你走上一条歪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致命的 说这么多 最后我们还是 以那两句话来归纳 第一句是 与无知者不争 与无德者不亡 没有品德 没有这种职业超俗 和讲规矩的朋友 你也不用和他交往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句就是 以词见识 以物见人 我们在词线上面 能够看到历史 那么通过物件 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 今天我们就用例子 来和大家来共鸣和分享 那大家来知道 瓷器这么一个领域里面 其实既简单又复杂 关键看你是否真的去了解它 然后跟着保持鸽桃宝贝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认同的朋友 跟我们点赞关注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